好欢迎来理财生活通知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不用谈股市 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博物馆啊 好我最近看这本书 我觉得蛮有趣 虽然它我觉得比较适合 跟小孩子一起看 可如果你到世界各地 你也喜欢去逛逛 这些博物馆的话 那一起来跟我们看这本书 我们在空中也跟大家来分享 这本书的作者 好换一下我们金门文化园区 博物馆的馆长 他也是博物正业 博物馆爸的版主 郭宜如 宜如好 哈喽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博物正义的博物馆爸的 大边中边兼小边的郭宜如 所以就是只有你一个人的意思 是不是 对因为大多想说 好像很多人就说我 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年轻 没有很多话在学习 对 是不是跟大家聊一聊 你今年才32岁 对 然后是才硕士毕业没多久 硕士毕业 对两年了 你跟大家聊聊你自己好吧 为什么你从小就对于这个博物馆 展览文物这么浓厚的兴趣 我跟你讲 如果我不介绍你的年纪 大家都以为你是一个老人家 有 我其实在大概先说明 就是说明自己职业的时候 大家说 所以你现在40还50吗 如果听到馆长那个字 就会想说 而且是博物馆 好像就是比较有点年纪 当然 对没有没有 对那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喜欢这个 是不是跟你念的有关 或者是跟你从小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你会跟博物馆这么的有这个连接性啊 其实我本身是个还蛮喜欢听故事的人 然后小时候家里就还蛮多故事书的 所以就是一直觉得说 就是故事啊 这种历史都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后来大学的时候 就因人机会就念了历史系 然后历史系其实还 对就是在历史系的时候 就是发觉到更多不为人知的 的一些秘心啊 跟一些历史幕后的秘密 连带的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其实就会去碰到 接触到蛮多的艺术品跟文物 就开始思考说 历史其实是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那如何把它让大家真的觉得说 这历史故事好有趣 可是又很有感 就是很有提示感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透过展览跟文物 所以开始就慢慢朝这个方面去钻研 而且我知道你硕士 硕士是学博物馆学 我觉得很特别 在国外就有好多的这个学科 是我们觉得蛮特别的 那博物馆学真的蛮特别的 大概就是接触比如说 如何去策划一个展览 因为其实大家都想说 我进去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展览 然后你就开始展览 这件事情其实都想要说 你要怎么设计它 观众会觉得很有趣 或者是这个东西跟标本 到底要怎么摆 还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会接触到 这些面向 那你有成立这个博物正业的博物馆吧 也是因为基于自己的兴趣 对 就在国外的时候 那时候觉得说 因为我那时候在大英图书馆 在做实习 然后我那时候大英 对 大英图书馆实习 我觉得它很有趣 是因为它算是图书馆 但它其实也是博物馆 因为它算是纸类的博物馆 特别是大英图书馆的书 是不能外借的 就是完全是否研究那一种使用 对 所以它在那时候 我在实习的时候 就是有被派去 就是每一个月 他们有一个开会 就是叫open house 然后它那个开会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同的部门 都要了解一下 彼此在做什么 这其实还蛮特别的 因为他们的人很多 他们有一两千个员工 然后每个部门 都要派一两个去那边了解 彼此在做什么 当时他们就讲说 他们现在要做的事 不是只有英国 他们要做全世界知识共享 我就觉得 哇 好shock 就是人家已经在做 世界级的事情了这样 然后他们就有提到说 他们应该要把 他们现在有的这些书籍 文献知识 去分享给大家 我就突然想到说 对啊 我们应该可以来做 台湾应该可以来做一个 博物馆的知识的分享 因为我们目前还比较 比较少这类的资讯 所以那总是觉得说 那来创粉丝专业好了这样 我看到你这一次出版的书 博物馆跟它的产地 我觉得就算现在疫情当中 大家不能够出去玩 可是再回味一下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真的就像你讲的 可以从书籍上来 进行一个微旅行 这个对于大朋友 小朋友 其实看起来都还蛮 回味无穷的 我也蛮喜欢逛 那个博物馆的 到哪个地方去 我都喜欢去看看 它的美术馆 它的博物馆 我觉得这就是最精华 最有钱 最值钱的地方 可是前一阵子 我们有看到乌克兰战争 然后在战争的时候 其实大家最想要保护的 就是这些局前的 不管是历史文物 或者是艺术 他们有进行这样的保护 你知道吗 对 对 那他们是什么样的 就是赶快去做迁移吗 其实在帮文物这个就是 这其实是管源很纠结的地方 特别是遇到战争的时候 因为战争其实来得很快 然后你很多很珍贵的文物 可是它有大小跟重量 还有尺寸不一样的一个分配 就不一样的比例 所以通常他们会先从 就是比较精致 然后年代久远的 就是优先开始测 但是像是一些雕像类 像这次乌克兰 就即便有很多 他们的雕像 可能是古罗马或古希腊时期 甚至是他们自己当地的 就是古代的雕像 但是因为太重了 所以变成说 他们在测的时候 也是必须要有一个取舍 可能就变成要拿防火毯 或者是一些包装材 要去把雕像包起来 可是只能让它留在原地 或是尽量搬到地下室 但是一些画作的话 他们还带了走 他们就会优先先测到 比如说矿坑 或者是坑道里面 因为俄罗斯就是有空中 跟地面蛮多的布局 所以他们就变成说 必须要先优先找 附近的一些 比较坚固的地方 去做一个作藏 也是要考虑它的大小 对不对 然后年代 年代久远的 可能要先收藏 可是这种大型的雕塑 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 可是那时候 说实在的 那时候国民党撤军来台的时候 听说也是带了很多的文物过来 那那时候挑选的过程也是这样吗 类似这样的逻辑吗 对 而且他们那时候 其实他们一开始是先从北京 就是撤下来 撤到南部 然后撤到南部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本来是想说 要把所有东西就是 他们那时候已经有筛选过一批了 然后想要全部 大概2000箱想要带来 但是因为到时候要来台湾的时候 要上船的时候 又考量就很多逃难的民众跟军卷 所以空间不足 所以最后就只有带到1200多箱 所以那时候也是先优先从 像是车浴白菜 肉行驶这类比较精致 然后又很比较小 历史也比较久远的去 做筛选这样子 不得已的筛选 我们待会来聊聊几家 我们这个认为我很喜欢的 也许你去过 我看你可能大概都去过了 我们待会来聊聊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今天空中连线的 是金门文化园区博物馆的馆长 还有他是博物正业 博物馆爸的版主 郭怡如 我们要跟怡如来聊一聊 因为他写了这本书 对于博物馆 那么探索了很多 这个大家不知道的秘密 我觉得大朋友小朋友 其实都可以看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请一路 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世界上第一间博物馆 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世界上第一间博物馆 是亚历三大博物馆 那他其实原本他位在的位置 就是现在的埃及 在埃及的尼罗河那边这样子 那其实那时候会有 这个亚历三大博物馆 他的第一间博物馆的出现 主要是因为 其实也是蛮符合人性的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是打仗 打仗之后你到别的地方 就像你去了一些旅游的时候 是想要带自己念品 所以那时候的马其顿大帝 就是亚历三大 他就是征战了欧亚非三大帝国 然后他到了每个地方之后 他就觉得 如果我要跟人家说 我的丰功伟业的话 我到底要怎么跟他们说 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国王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告诉他们说 你来看我的收场 这都是我从什么什么地方带回来的 那看到这些收场 人家就会真的觉得说 哇你真的有去过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在这样的 因缘忌惠的情况下呢 博物馆它其实是起源于 一个战利品的宝库 那其实后来也 衍生出蛮多的一些 我们很知名的博物馆 像大英博物馆 它其实里面 大部分也是放大英帝国 殖民时期的一些收场 你现在在金门文化园区的博物馆 因为我没有去过 我不想你会把金门打造成 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 因为我们金门的博物馆 是属于地方博物馆 它其实跟我们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在大都市 或者是国家集合馆 所以看的比较不一样 大部分的馆社 我们可能想象中 那个博物馆就是可能有 比较精致的文物或是艺术品 就是会有一些 很多的国际交流展演 不过其实对金门来说 我发现我们是离岛 所以我们其实比较着重在 金门人在地的历史 比如说金门过去的一些军管时期 可是我们去讲 谈一些 就是大家在历史书上 可能比较不了解 但是是金门人的日常 比如说我们过去 比如说金门过去的时候 我们水资源很缺乏 像我们这次有一个 金门水文化特展 他其实就讲说 金门人过去会水很缺乏 可是10万大军来到金门的时候 水就不够用了 本来就已经很不够喝了 可是大军来了之后 那我们要该怎么做 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些改良之外 就是民众啊 可是物资又很缺乏 所以在打水的时候 民众通常会把一些球类 就管制用的球 因为球可以飘去对岸 所以那时候球是管制类的用品 像是篮球跟排球 但是所以那些球都会被戳破 所以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是那个球都会 如果戳破要丢掉又很浪费 所以民众都把那捡过来 捡过来都去把它割一半 它就变成水桶 然后就可以在井水里 所以它就割一半 因为里面是中空 就可以变成水桶去使用 然后这其实是一个 当时的大时代历史 迈落下的一个产物 也是一个人民生活的见证 那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书上 或是历史 你在读境代价真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接触到这块 可是你在我们的馆里面 你会比较常可以碰到的是 丁门人的生活到底是 过去跟现在是什么样子 然后就会更了解丁门这样 你蛮误正业的 干嘛说自己不误正业 还是说年轻人觉得 不误正业比较酷呢 没有因为那时候想说 就是因为正业还是 就是比较在 就是服务馆跟公部门体系 可是因为我大部分写的文章 虽然是分享博物馆 但是都是用比较轻松 跟诙谐的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相较之下 可能大家会觉得 没有这么压力这样 我也是 我觉得我喜欢就是 工作跟自己的兴趣分开 但有时候 一定是会结合在一起的 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够 对就做一个分开 我觉得挺好的 那我们来聊一聊 我们几个 我觉得有很多的博物馆 其实我还蛮喜欢去的 那这些博物馆 你书上写的 是不是你都去过啊 我大部分都去过了 对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因为我去 大家也是旅行的时候 就是我的景点 其实大部分都是排 地方的博物馆跟文物馆 所以一天就是卡博物馆 这样子 那有人会跟你一起去旅行吗 还是有啦 同好或是我自己一个人 对 因为其实逛博物馆 有的人会觉得很累 然后我又一直看 所以因为博物馆 它其实是很丰富 很丰富很有趣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比较专业的术语 就是说 你会博物馆疲劳 就是你看太多美的 就像你看太多美的东西之后 你就觉得 好累哦 就是无法思考脚很酸啊 然后觉得无法再吸收的那一种 对 所以通常 跟朋友去的话会比较 掌握一下数量 像是可能一个上午就两天 但是如果自己去的话 可能就会塞个四天 对 对对对 这还蛮有趣的 我以前还带那个 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最喜欢带他们去那个 那个华盛顿 那个DC那边 哇那边好多博物馆 任何一个都可以去看 你都可以去看 你一天看一个 你都累不死 而且还蛮有趣的 那我们来聊几个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而且可能很多人都还蛮喜欢的 那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就是如果你要去纽约 你一定会去的 对对对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最近也蛮热门的 因为他五月的时候 才刚放完他的 Mate Gala 这个时尚的晚宴 那时候其实 对就已经先出了一批 就是在 经文媒体上有蛮多的曝光力 这样子 其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真的是大家 很蛮推荐大家到纽约 一定要去的地方 特别是他的历史 其实跟一般的博物馆不一样 因为我们就会像刚刚提到说 很多博物馆都是放了他们过去 在帝国或是殖民时期的战利品 但是其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它其实很不一样 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博物馆 就是当欧洲的博物馆 在19世纪下半夜的时候 都已经带了一大堆了 然后美国那时候才突然心觉说 每一家都没有什么办 好像没有可以跟人家说嘴的地方 而且要跟人家说 来看我们美国历史吧 结果都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去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很热血 就决定说要成立这个博物馆 我觉得这还蛮特别的事 所以我们就会再讨论说 那有个博物馆 它的馆场跟别人到底哪里不一样 那很特别是它的馆场 其实就是富豪捐赠 或是人家送给它的 对像这个就其实相较之下 你就觉得跟掠夺或是战利品不一样 像它里面有一个 大家去如果有机会去到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单朵神庙 那大家通常在 对你在单朵神庙是埃及的一个 埃及神庙 一个古神庙 那通常你在美国或是欧洲 这种你觉得是西方国家里面 去看到人家 居然有一个非洲那边的东西 你就觉得它是不是去跟人家偷搬来的 或者是去人家家抢来的 但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这一个神庙是埃及政府送给它的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还蛮有趣的 那时候因为埃及政府之前在修 这个亚洲很高霸 所以他就跟他讲说 反正我家神庙很多 我要盖这个水库 一定会淹到这些东西 那如果你有办法搬回家的话 那我就送你吧 然后美国人当然听到说 哇 然后我们搬回家 就有人要送我这个东西 还不用花钱买 那我当然要啊 所以这个神庙其实很有趣的是 就是他们在这样一年纪会下搬回去 再放到博物馆 应该也不好搬吧 应该要先拆掉然后再组啊 对 这其实蛮有趣的是 因为它真的很重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切成很多的石块 就是一个一个大石块 然后就这样分批编号 你要先编号说 这个本来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编完之后 再一块一块把它运回美国 在博物馆里面组装起来 对 很不容易 因为它看起来历史很悠久 所以你要去怎么去组装 我都觉得那像乐高这样组装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更多 好 我们持续跟郭怡如来聊 我喜欢跟他喜欢的博物馆 待会你也可以讲讲 你最喜欢的博物馆 然后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的 其实是大英博物馆 其实是大英博物馆 好大 而且 好大 而且真的看不完 真的看不完 而且看到真的你讲的那个疲惫感 对 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 还是那个埃及馆 那个法老王那边 对 那个其实真的还蛮多人 特别跑去那边看的 因为不得不说英国人 因为英国人他真的 他那时候在一战之前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热衷于埃及学 所以那时候最有名的两个国家 就是英国跟法国 就是他们两个彼此在讲说 谁可以当埃及学的 类似权威这样 你就觉得很有趣 居然是两个外国人在跟谁是 全世界研究埃及最厉害的人这样 所以那时候英国为了跟法国抗衡 他就是无所不用提及的 去把埃及的东西搬回来 所以也造就了大英博物馆里面 哇 埃及的这个主题的展示 就超级丰富的 那木南亦也非常多具 而且都是军品 那你喜欢哪一个博物馆呢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 我去看过东宫 圣彼得堡的东宫 然后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个意大利 乌飞兹博物馆 那个排队排死了 然后人家都去买Gucci Prada了 然后三立平一堆了 然后我在等到快死了 其实这个他真的等很久 而且他这个馆长 就是一直说 我们要来这个检讨跟改善一下 我们这个流程 不然很多民众都说 他为了去乌飞兹 他整个半天都浪费在排队上面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说要一直要做电子画跟就是想办法跟上网预约啊 时间到了再进去这样 但因为现在一直做不起来的原因 还是说因为大家在现场排队的人 大家还是习惯在口耳相传 做现场排队还是太多了 不过这也证明了他们真的就是有很大的魅力 特别是大家其实很多人都是 第一个是因为麦蒂奇家族建创了这个馆 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亲眼目睹一次 维纳斯的诞生这一幅画这样子 对特别是还有一些文艺父亲三杰 像是拉斐尔阿米开朗基罗 还有打文西的作品 所以都一定会到一杯子 那像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那时候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加上自己去的时候 我觉得你真的会因为在看到很美的东西 跟很磅礴文艺父亲的那些艺术作品的时候 感到很震责 虽然我还没有到呼吸不过来 但是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确实也有游客有发生过 就是他真的是看到 像我书中有提到 他看到了 维纳斯的诞生了之后 对他就昏倒了 他就说哇 什么可以 美成这样 那件事情当然也包含了 像是米开朗基罗他们的大卫相 这些部分 就是大家看到就说 为什么就是现在的人就很难想象说 怎么可以那个时候 14世纪几百年前的艺术家 有办法可以把 就是那时候的审美 可以这么的精致 跟这么的就是很神圣的感觉 因为很多都是为了宗教服务 所以他们可以 他们传达的那种宗教圣光的感觉 就特别的着重 所以现在很多人 观众到现场看的时候 就觉得就整个会震责到 说哇 怎么可以美到 我没有办法呼吸这样 所以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真的就是那时候当地的媒体 或者是布菲茨美术馆里面的馆员 自己都说 我们都有合作好的医院 就是如果发生这个症状 我们都有SOP 就是OK 有人昏倒了 这个很正常精神地激起 然后叫那个医院来带他去学习一下这样 对 我觉得 这也代表其实艺术的力量是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样 真的 不过说实在很感动 因为说实在的 不管我们基础的美学教育 或者说你看到的复制画 或者不管书上看到哪里看到的 你其实对于这些雕像 或对于这些名画 其实你都看过 可以到现场看 是真的很感动 对 有那个纹理 对对 还有大小其实你会想说 有时候我们在书上或是电脑给你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就是我看过了 可是实际上它可能尺寸比较小的时候 你进去看你觉得哇 它真的很精致 那如果它尺寸很大的时候 你又可以站在它的面前去感受到说 哇 那时候的艺术家 他的那种笔触给大家的那种感动 像是反骨的画或新叶或是什么 其实你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 跟在纸本上看 就可以感受到那种 作家想要传达的力量会更明显 所以其实真的蛮推荐大家 要进博物馆去走走这样 真的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博物馆呢 我其实还蛮喜欢 就是伦敦的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馆 这间博物馆 对 DNA博物馆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间 还蛮特别的馆 所以是因为它其实 可以堪称是欧洲时尚 潮流的代言人 就是你会很少 它这间博物馆 它其实虽然它是用英国女皇 跟青皇它的名字 去做一个博物馆的曲名 但它其实里面放了很多 工艺设计跟装饰艺术的精品 那他们近年来也办了很多 什么Deal 或者是像是Mary Queen 他们那些的一些牌子的 时尚品牌的一些展品 那其实观众到这个里面的时候 他不只是认识说 这些服装设计或者是珠宝设计 他们美在什么地方 那其实也可以去感受到 其实我们人类的工艺史发展上面 是怎么样的去从原本的状态 然后到现在结合 现在生活有不一样 更多元的展示 那我其实喜欢它的原因 不只是因为它是展很多精致的东西 而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 很特别的藏品 叫做替府之虎 这个老虎其实它是当时 它其实这个老虎的藏品 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其实是很像一个英国士兵 被老虎咬住的样子 那也算是他们蛮受欢迎的一件藏品 你就想说 就是馆长刚好 我刚刚好像是讲到说 这个博物馆它是在介绍工艺品 那怎么会突然讲到这个藏品 有一只老虎在咬人 好像很猎体一样 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是他们虽然在讲 就是工艺啊美术这种东西 但它其实也蛮不避讳去谈 就是过去的工艺 可能包含了一些殖民的黑历史 而这件藏品它就是 黑历史的一个展现 就是当时英国在统治印度殖民的时候 就是在南印度的时候 有个国王因为觉得自己长期被 这个英国政府的英军 欺压 但他又打不赢 所以他就只好自己做了一个 就是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玩具 就是说英国人被老虎咬住这样子 然后这个老虎它其实 算是一个工艺的精致的 很精致的一个代表 因为它这个老虎它其实有 肚子是个管风琴 所以你可以弹它 弹的时候就很像老虎在嘶吼 然后很像老虎在嘶吼 然后你去转它的 它旁边还有个发脚 你去转它的时候呢 这个老虎跟下面的士兵都还会动 而且士兵会爱好 所以这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它就是一种 那时候印度人对于这个 英国统治的一个反抗的 一个精神的象征 然后最比较有趣的是 英国人居然自己看了自己 你看他做我 他在咬我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把它搬回家 放我博物馆放来吃一上 他还愿意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待会要讨论一下 因为如果出不去的话 有没有一些线上博物馆 可以来看看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讨论 好我们持续跟郭怡如来聊一聊 刚聊到那个伦敦这个博物馆 我倒觉得蛮特别的啦 有没有一个比较 因为很多人去朝圣的 大概都会去罗浮宫啦 或者去我们刚刚讲了 不管是纽约大都会或大英 大概就是那种大型的 可是你好像偏向小型的 其实B&N那一间也蛮大的 这样子啊 对对对 他也是要逛蛮久的 要逛很久啊 也是蛮推荐大家去看看的 不说实在的 逛博物馆其实要安排一下 要特别安排一下 因为当然你要跟同好去 或者自己去那比较容易啊 不然的话你出国大概都是 大概就走马 走马看花 然后看一点点就要走了 对我第一次去那个罗浮宫 也很可惜啊 就是跟着团嘛 就简单导览就走了 啊我想说就要走了 我就说我不走 对 罗浮宫也是可以花一整天 逛不完呢 蛮惊人的 我觉得可以 可是如果你跟团 你真的真的里面待 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很可惜很可惜 所以要特别的安排 对主持人有看到 蒙娜丽莎这样 看完就走了 对对对 而且我跟你讲 你才觉得啊 因为我第一次去 啊他这么小 然后我躲在那么后面 对对 没错 大家想说 哇蒙娜丽莎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话 就去那边说 嗯好像有点 跟想象有点落差 对而且这么多人挤在前面 对对 拍那个蒙娜丽莎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画面 都是前面的人潮这样 对后来就是 后来我再去几次的时候 我都觉得尽量不要再 不管是假期 或者是人多的时候去 然后有时候 我去了几次 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边 那个 大概就是类似我们的户外教学这样子 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因为国外还 博物馆做蛮多户外教学 而且他们还蛮鼓励小朋友 就是在博物馆里面 就是带着纸跟笔 然后去画你喜欢的画 对对对对 我还蛮常看的 而且他们还蛮 而且他们很不建议小朋友是 什么知识化 所以我之前去的时候 也蛮多小朋友是趴在地上 然后你就会小心不要踩到他 可是你会觉得 他们其实对孩子在博物馆 当然不要吵闹的情况下 他们还包容度很大 而且也蛮鼓励小朋友 去探索艺术跟这些文化的 可是都蛮不错的 真的 有一次 那个我还去看过 因为我同学是法国人啊 然后我们就跟小学生 在聊的时候啊 我就说他们在上什么课啊 他说 老师在跟他们讲说 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侍女旁边已经有蕾丝了 蕾丝是出现在几世纪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然后缝纫什么 我天哪 从一幅画当中 你看一看 很不错 很不错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出不去啊 出不去啊 当然有人说 可以线上看一些博物馆 或线上看一些旅游景点 可是我又觉得 就看不到还是很难过 对 不过真的要鼓励 就是我会建议说 大家如果真的想要看的话 像是有些博物馆 它的线上博物馆的资源 其实还蛮好的 像是荷兰国家博物馆 就是我们去 阿姆斯特丹的时候 一定会去看了一家博物馆 它的线上博物馆就还蛮好的 原因是 大家知道它的馆藏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夜巡 最重要一幅画是夜巡 那夜巡这个部分的话 它其实 大家想说 你如果叫我看线上 不就是看一个数位图片吗 可是事实上 它这个夜巡在今年年初 就大概1月的时候 它有说 它们把夜巡整个数位画提高到 7,170亿的画数 这是全世界最高的 换句话说 你在家里的网络上 可以无限的放大它 就是达到 你可以看到夜巡的军裂纹 跟颜料的那种厚度的感觉 你就可以视觉的感受到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特别 就是蛮鼓励大家 就是到 荷兰国家博物馆的网络上面去看 它有几幅 已经数位化的作品 就是可以让你一直放大 然后看到很精致的纹理 包含那个画家在画眼球上面的一些 那个什么 反映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 它原本的样子 那些其实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很多人去博物馆 其实都会买纪念品 你有没有最喜欢的纪念品 我老觉得有时候 对 我就在台湾买的 那个纪念品很无聊 就只有袋子 然后笔记本 我讲真的 它们其实可以多开发 真的 我觉得有些纪念品真的蛮有趣 然后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就是 其实也是荷兰 然后在海牙 有一个墨瑞泰斯皇家美术 然后我那时候就 我有带它一个纪念品的原因是 它那时候我去看 就是有一个展览 叫做 它那个展览是以 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 是COVID-19 所以它后来有一个展览 就是以文味道为主 就是你看画 就我们开始是想说 你看画的时候 觉得它很香 可是它那个展览 是真的让你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比如说 17世纪 阿姆斯特丹 运河的味道 还有他们那些 漂白甜的味道 或者是炸火店的味道 那我要讲这个纪念品 最特别是 它让你把这个味道带回家 纪念品是带味道回家 所以它就是你看完 这个特展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 这个展览的 除了点介之外 它有一个气味盒 你就可以把这个气味盒 领了四个味道 就是展览里面的 其中四个味道拿回家 而且你可以 平线闻它 我真的觉得蛮特别 就是你看完展览之后 你再把味道带回家 然后你想到这个 突然想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继续把它打开来看 而且这个味道 把味道带回家 真的很特别 是因为它那味道 不是都是香的 还有臭的 对 那么 17世纪 阿姆斯特丹的运河 味道真的很臭 然后还是讲说 因为过去 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运河其实没有做好 没有做很好的一些排水系统 所以大家都把 什么垃圾 把蒸东西都丢到盒里面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 就把这 有这幅画 然后这幅画下面就有这个味道 那你纪念品里面呢 就可以一起把这个味道带回家 如果你怀念17世纪 阿姆斯特丹运河的错位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问 蛮有趣的 它是一个什么什么 它怎么呈现 它是一个spray还是 它是 我其实觉得 它很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欸气味带回家 是要喷香水吗 不是 它很特别 它不是香水 它是一个 因为我们就知道像是那个木炭 不是 对 它其实是一个木炭 可是我们知道炭其实除以除臭的之外 它还可以吸味道 炭就是可以吸味道 所以呢 它就用炭棒作为材料 就是我们其实 国外比较常见 台湾比较少见 就是用在室内 方向的一种 干燥的香氛炭 它用这个香氛炭 所以它很轻 然后又没有液体 然后吸附味道能力很强 所以就是 它就是一个按压瓶 你按的时候 它就会把里面那个 碳的味道 就挤出来给你闻 所以你就很好吸引 对 所以你就可以一次把这四个味道 都带回家 对 香的跟臭的 是新世纪的这样 你真的也把臭的带回家 对 我就带着这次 因为印象深刻又真的太臭了 然后觉得 都已经来到这里 还是把它带回家 现在觉得很有趣 真的蛮特别 真的蛮特别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 我觉得在我们端午的假期当中 可以让大家 不管是听听博物馆 或者是看看这本书 博物馆与它的 这个产地 然后或者是 从一如当中可以了解 其实博物馆 还有很多的纪念品 可以带回家 最重要是有一些线上博物馆 大家可以去看看 谢谢一如 谢谢 谢谢